从我们中可以看到警方正在对一名男子进行盘查 因为他涉嫌大半夜在马路上乱开枪 警方寻见调业监视器找到了人 但他还在胡言乱语 但一看一段当时画面 我讲说警察有枪声 我怎么有一个炮声啊 什么炮声 什么都知道点 事发16号凌晨4点多 当时民众报案说在新北板桥双十路二段 还有万板路口听到疑似枪响 警方获报赶到现场没有发现可疑车辆 但现场的确有弹壳 扩大调背监视器发现辆白色兵士轿车 案发十多次在附近徘徊 最后寻现找到人车 嫌犯公称当时吃完宵夜 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路边有一群人吵吵闹闹闹 于是才开枪想要吓下他们 警方最后在嫌犯车上搜到模拟枪一把 还有空包弹十个 但详细开枪原因真如嫌犯所说 是想吓下别人还是另有原因警方还要查 只是这种行为已经违法 事后将依违反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还有社会秩序唯物法及刑法恐吓罪嫌 以送争办